大家好,欢迎收看《行家论股》,我是梁世祥 尽管第一阶段复苏计划延长影响了业绩表现 但Lagenda产业管理层表示 由于可负担房屋需求强劲 公司能实现10亿令吉的销售目标 丰隆投行分析员预计 Lagenda产业推出的可负担有地房屋认购率强劲 可为公司带来稳定的表现 另外,政府在最新公布的第12大马计划当中 更着重于建造更多可负担房屋和简化融资渠道 这对公司的商业模式来说是个好兆头 至于原材料成本上涨方面 管理层表示只需将售价提高3000至5000令吉 就足以应付类似的冲击 而房屋定价还是可以维持在20万令吉以下 综合以上,我们维持公司的净利预测 2令吉01先的目标价和买入评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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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